小米暂时没有起跌 不过上星期五跌穿了17元 就是2018年7月的招股上市价 好像很久的历史似乎 其实是来来回回 高位升超过一倍 对现了雷军说过要让上市日买入价的投资者赚一倍这个承诺 但是来来回回回回到原点 今天谈谈市场的情况 小米现在在内地市场占有率 只看中国正在排第四 之前那些有苹果 另外有vivo和oppo 这两种都是内地品牌 另外荣耀手机也急起直追 内地市场相当激烈 上星期其实也有提及过小米 就是你的造谈五保之一 其实现在市面上看淡小米也居多 不过现在就看到暂时没有起跌 不过上星期整个星期跌了1.4元 RSI就去到27元 你觉得如果你继续看淡 你会第一就是看到它跌到多少 第二就是现在也跌了这么多 会不会它反弹一点 如果要做淡的 也是让它反弹多一点才开仓 当然上星期跌了这么多 就是我们说可以做淡 我都没想过这样急剧下跌 甚至一直以来觉得小米 我都找不到有一个很好的造谈位 其实你看到过去这半年 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明显的技术反弹 永远都是因为碰到20天线 你又出手了 50天线都没能够升线过 所以你现在未来什么时候去做淡 可能18元那些位置你才想到出现了 但又未必能等到 你等不到就算了 我们在说为什么有五保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会有很多这些案子 你真的未必有手有机会接触 找到一个很漂亮的切入点 但是你留意先说 先说如何去做淡 或者其实当你不明白 或者你选择没有什么途径去做淡的时候 你就不要管 你不要怎样 就不一定要 我们觉得在投机上面 当然不是升又跌的 现在是跌跌 但是如果你在投资角度上面 或者你不明白 尝试才了解 因为那种做淡和看好 当然那种方向就是一个升一个跌 但在玩法上面是差很远的 因为很多时候做淡 大家未必有途径去沽空股份 就算可以 你帮助一些大的捐商公司 可以做到沽空的途径 你亦都要给125%按金 这些最基本的比例的事情 那个回报是跟升不一样的 这个会帮你去到少少杠杆 可能你说在最后 它跌一成只可以赚到8%左右 但是问题是 如果大家多数看淡 可以用一些投资 红证 又涉及收获 条款风险 所以其实当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不可以怎样 这些是短线投机部署来的 还有短线投机部署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你不会再想目标价 什么买入价 所有的买入价 譬如以看淡或者看好 做任何投机部署都是 一定是越高越好 越低越好 就是你看淡就越高越好 你看好的时候就越低越好 你做任何投机部署 最主要是想什么位置止泄 还有目标价就是当整个市场气氛改变 那些东西开始压不下的时候 那你就去停手 可能真的会打回原型 如果小米落到COVID前的低位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我暂时又没有去到这么悲观 你看看图上就十分的 很夸张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做功课 我们正在正方向 小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们看得这么淡 原因就是公司队演不到自己做的事 如果你看2020年那时 大家当然说是染男星上去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说不关染男星 就是我们在那时候 他又是受惠回华为那段时间被美国制裁 然后失去市场占有率 但问题就是去到2021年发生了什么 原来小米都被人制裁 虽然最终没事了 但是其实市场都亮了个警号 或者对于欧美市场的消费者来说 有一个讯号就是说 其实小米和华为都是一样的 都是中国手机品牌 我一用 我就会有个所谓的政策风险 我们就有机会说 那我为什么要用小米手机呢 令到海外市场的市场的市场的优势 这一刻不是说很差 是那个优势开始转叉 但是问题是内地市场 其实这两年来 市场都没有什么增长过 或者没有什么很明显地 扩张了 几个主流品牌 OPPO 小米 华为都是打到飞气 各有各的长处 所以这些股份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升那段时间 那份价格 那份价格 有一些利好因素 你想想去年雷军说什么 是小一 是 那时拿着市场第二 就是受惠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因素 其实都不是因为公司的手机品牌 特别受欢迎 纯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开始在华为都挖起了 没事了 那对于海外消费者来说 都一样的 那我就买回华为算了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未来我们会担心 就是说 世二变四三 世三变世四 一样会融失市场的市场 在产品上我真的看不到太大优势 但是你说 会不会估到去到2020年的低位上 股就是这样估计的 但是短线就不是想设计什么目标价 相反去夹到什么水平 我们应该要投降 50天线 19元楼上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夹到19元楼上 可能市场或者小米都有机会转勢 但是相反上不上去的时候 只会行一个狼帝与狼的格局 至于破法这些 老实说就是新闻稿 或者对于媒体最喜欢写的 其实一只股份又上市底 又开始破法的时候 已经没太大意思了 已经过了禁售期 要沽的沽了 要买的买了 这一刻最主要就是 你要想起这两年来说 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之前 如果你买了小米 就怎么算好 我们就想起为什么要买小米 我们经常都说 我自己其他任何节目都这么说 如果你是手头上 持着任何小米手机 小米家具 整身 总之你是一个小米忠实爱好者的话 你觉得品牌真的很棒的话 你可以相信自己 有时候可能是价值投资 你觉得品牌真的好 你不用听我说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纯粹是之前因为参与过 或之前染蓝 冲了上去 当很多人说 小米的品牌OK的时候 你选择去追 那你就要面对近几个季度 公布出来的数据 未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四季的整体表现 其实第四季的表现 就是市场一定看法不乐观的 小米面对着 也就是说 一些供应链紧张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那个毛利率 能不能够持续去上升 这些都是市场关注的 市场关注的焦点 一旦有什么差池 就再纯粹压下去了 所以短期来说 你要去再做淡 看看有没有机会 弹到接近18元 可能17元至18元 这些区间去做淡 但是就 记住所有任何做淡 一定是投机部署 你从投资角度上 不会沽空这些股份 但是问题就是 始终市场是被人弱 小米好像弹到弹不起 所以你就错过了 就算了 投机就是这样 到时候再找其他东西